整個板塊其實都不便宜了 那就是如果駁去內地民眾 以後就真的多多支持內地品牌 內地用品公司才足以支持 他們不斷升 如果不是就短線的回套可能性 真的越來越大了 一來剛才說了 短期累積升幅很大了 消息過消息入市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升了好幾成了 第二個你看到一個技術指標 一個比較常用的RSI 已經到達到八十多了 八十四了 八十四 七十已經叫做什麼了 七十已經叫超賣了 八十四是極超賣 現在到了極超賣的狀況了 難道只到了九十會不會呢 當然不敢說去 never say never 炒股票好像是 阿列根所說的never say never 但是你的風險就越來越大了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再上網幾多 短線回套可能性是大的 因為超賣得很厲害了 又不便宜了 所有東西 如果真是回軟 可以回套都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它的重要支持就已經是去到這個位置了 前浪頂破了上10.05元左右 以致20天線 20天線就是10.02元左右 跟現在其實是差一截的 所以你看到陰陽足圖 連續幾支都是一個叫做代變走勢 陰陽足圖 陰陽足圖 收了市了 差不多收了 已經收了了 今天 近乎十字升 淺一 都是一個長手的小陽足 這個都是陰陽足 連續三支都是明顯的一個代變的訊號 看到高位又再回下來的狀況 所以越來越升高位 它越看到上面有回套壓力 所以這個位置 你說上網幾多 短線可能回套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點 那你要留意 因為這個板塊畢竟 自從那次新疆棉事件之後 大家內地民眾 就去買回自己的本地品牌 就把它含著推上去 整類股份 都升了很久了 要留意你們的情況